Hello 大家好 未來新年我們繼續做賀年菜 這個簡單的賀年系列 吃過這道菜的網友 保證大家來年身體健康、身臟力健 因為這次我們是做紅燒綠筋半鮑魚 這個是非常健康有益 而且是簡單好吃的食物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吃了…不 先看影片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熟不食 我是Arthur 今集見到我的那麼隨便的菜 就知道我們這次是煮一些很隨便的飯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在家裏做療程 就沒有時間再準備那麼多東西 所以都是用這個比較簡單的菜 跟大家去聊天煮飯 今集是一個比較簡單新年的賀年菜 我們新年賀年菜有複雜又簡單 我們這次也做些簡單的 假如大家想看這些複雜一些 或者是看一些我之前做過的賀年菜 可以看我的playlist會放在下面 我們今集這麼簡單的賀年菜 我們講講主角先 今集這部機有這個面孔追蹤功能 試合無機的功能 看看有沒有用 我們主角就是綠筋 這些綠筋已經是預先飛了水的 是跟我們之前做佛跳牆的綠筋一樣 在奧尼高那裡賣的 然後第二個主角 不是講過我今集 這個紅燒鮑魚 我們想要這個汁最後扣在綠筋上面 因為本身綠筋沒有味 我們要給它 除了給這個最後扣的芡之外 我們也有河鮮醬蠔油 這些乾蔥蒜起鑊用的 不用太過小粒 大粒一點都OK 香料部分 八角 月桂葉和粒冰糖 然後當然是雞湯 半碟的 有些菜 你用什麼菜都OK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大家可能已經知道是怎樣做的話 就可以不用看下去了 新年快樂 如果不是就可以繼續聽我說怎樣做 這個菜式真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好處是可以預先在家裡準備了 然後臨吃的時候再加熱又可以的 事不宜遲 我們去煮飯了 我們炆的六斤要有些時間 假如大家看了我之前佛跳場的影片 要知道它至少要兩個小時去令它軟身 你要緊軟的就要三個小時 所以你要準備的時間 記得要預算鬆一點 好 第一件事我們要爆一下香料 先在鍋上就再加多一點油 加以同時就把多餘的油鎖一鎖 不過不要太少油 這些鍋會黏的 我們盡量把油印在鍋底 鍋邊 把多餘的印走 不要太油 OK 工人姐姐可能把開口較大了 嚇死人 倒下去好像倒水一樣 我們先爆香我們的料頭 乾蔥蒜 保持中火做 這次用這部機器叫做Pocket 3 我買了大約一個月 第一次拿來煮飯 通常都是在家拿來和兒子 或者有時煮一些快捷的東西 拍一些IG Reels 接下來可能會拍多些Vlog 所以就想試多些功能 好 你聞到它的香味 這個時候就可以收回小火 我們不要炒焦它們 將一個湯匙的海鮮醬加進去 蠔油同一個份量 一個湯匙 用個小火推開它 我們要炒一下醬開始香 不要緊要放入水和湯裡面 都好吃的 但是就沒那麼香 好 我們炒到它差不多乾身了 收了一些水 就將六斤加進去 開到中火 將六斤和尿頭的醬料繞一繞 我們想六斤上面是 即是沾上到我們的醬 這都是一些好像平時炆牛腩的做法 就是炒一些醬 然後就放牛腩進去炒 其實我想說我最近吃過的六斤 都挺好吃的 它是像牛筋的 但是它的細緻度我覺得是比牛筋滑 當然看你煮得多軟 還有六斤都很健康的 除了是二營補、營補一些筋骨之外 其實都有養生的作用 就是拿來煮湯其實都很好 很少聽人說拿牛筋煮湯 好像有些醫學根據 六斤是挺好用的 六斤挺好的 還有這一隻六斤是急凍六斤 就不需要浸發的 所以我覺得用起來就方便一點 好了 我們炒香之後 可以給點酒 燒興酒吧 半蓋 頓時那個香氣很厲害 炒一炒它 嗯 嗯 正 先熱一下底部 沒有黏底的 OK 好了 我們的香料 八角、冰糖、月桂葉、雞湯 放一半下去 然後熱水放一半下去 要蓋過它們 大致上就完成了 我們有冰糖、月桂葉的香味 那麼 差一點東西的 就是差生抽、老抽 老抽很視乎你順便下 我就不下 因為我們之後那個紅燒汁已經夠色了 我給它一點生抽 給它一點味 就是半個湯匙左右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要炆軟那個六斤的做法 假如大家想再方便一點 都可以賣那些厭繩的紅燒汁 對開它去做其實都是一樣的 都是快手東西 不是什麼都要由零開始做 煮回去之後OK了 收開了個小火 蓋過蓋 兩小時回來之後 我們再檢查一下是怎樣的 這個時候我就去洗頭 做一下別的東西 好 眼一點見 好了 經過了兩小時的小火炆它 然後我多焗它半個小時 這個時候攪拌東西就變成這樣的樣子 我們先找件來檢查一下 這次跟我們上次佛跳牆的口感有一點不同 佛跳牆那個是超軟的 這個我是想去咬到吃到的 我們試一下刺一下 怎樣啊 刺到進去的 找件大的再試一試 怎樣啊 OK 現在去到這一刻大家有兩個選擇 第一就是將醬汁埋芡 以及給老抽上色 或者假如會用到這一隻的紅椒鮑魚 就可以用這個醬汁扣進去羊… 羊…不是羊綠 是… 可以用這個醬汁扣進去綠根那裡 我們就選出來 然後不知道有醬汁可以留起它 或者是不要的 好了 我們洗乾淨煲之後 然後回來大家猜到就是煮這個罐裝鮑魚 我們先將鮑魚加熱 連入裡面的汁 全部倒進去 這隻的紅椒原貝頂級鮑魚 我都還記得怎樣說 這隻的紅椒原貝頂級鮑魚 裡面是有瑤柱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比較方便 就不用特地去加瑤柱 對面有一個鍋 那個鍋就準備煮菜了 所以其實這一步就同步進行 當它出煙的時候 就可以將我們剛才燜好的綠根加進去 就用這個醬汁一起去煮一起收 這一步就用個中細火做 不停去攪拌 就令它不要黏底 做大約是五分鐘 五至十分鐘 它會再軟多一點 而且它的顏色和味道方面 都會再入一點 再上一點 到最後這個這麼簡單又好吃又豪華 但又很健康的賀年菜就已經完成了 而且我覺得這個成品的賣相都可以 因為其實菜那些其實很容易賣到 很便宜 你圍一圈就可以令到那些汁 盡量不要說射到周圍都是 聞下去也都非常之重 這個鮑魚的味道 這個大家假如想做些類似的都可以試一下 假如真的買不到綠根 那都可以用花膠 不過花膠吃下去就沒有綠根果的口感 但你又不會用牛筋 新年很少吃牛 尤其是初一初二 好了 我們感受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今集的不熟不食 喜歡的網友記得要讚好 分享 訂閱 追蹤 Instagram 或者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新年快樂 恭喜恭喜 我們下次見